但他干了这个事儿了 让我觉得有点出乎意料 象甲第21轮的精彩对局 汪洋先手中炮准备开干 汪天一选择走平风马 红方是强挺三兵 黑方挺三足 红方在跳边马 这期黑方一般夺走足一进一 红方可以形成五七炮进三兵 但实战农民选择起横拘 为了加快大子的出动 那汪洋进炮过河 也是针锋相对 准备平炮鸭马或者炮打足 然后出动作举 所以黑方跳马封拘 红方举久进一 黑方平拘战略 俯有进鞠捉炮 所以炮打足 黑方补向 红方在平拘战略 随时准备冰三进一 以及过河鞠 那汪天一选择抢先发难 敲线三足 大通三路 红方如果兵吃足 那黑方会炮二平三 瞄住底向 进行反击 双方另有攻守 实战当中 汪洋也深知 兵贵神速的道理 以攻至攻 这部重兵是王阳在18年全国个人赛的决赛 采用的飞刀 最后取胜了陈鸿胜 成为了全国冠军 那此时 黑方如果为了求稳而飞向吃兵 红方可以进居坐向 利用黑方阵型的弱点 不能飞向 如果说进居宝向 红方会进居 下一步跳马咬居等手段 红方明显主动 所以实战 天一选择阻止兵 红方平炮卡住向眼 准备再冲兵 黑方平炮对居 是典型的后中先 通过对窝居来调整马位 那红方也出现过冲兵的变化 值得一提 但发展下去 也类似实战 等于兵快了一步 但马慢了一步 形成交换 红方也不一定便宜 所以实战 汪洋选择直接对居 然后炮打中阻 比较实惠的下法 黑方普世 红方在进居捉马 试探黑方的应手 那当时全国赛 陈鸿胜走的是马二进四 值得一提 那红方退炮 黑方在冲足 拂有贫足捉马 红方就请兵活马 双方另有攻守吧 最后是汪洋取胜 那回到实战 王天四也不落俗套 选择退马咬炮 那汪洋也是接走退炮 黑方平足 红方再补视 巩固阵形 那这骑黑方 进居竹林县 会感觉比较自然 但实战外星人 选择进居齐合 可能想炮二进四打兵 但汪洋不为所动 炮五平二 准备跳马打居 同时引诱黑方 平居捉马 那红方暗藏的是 BOOM 打黑居 利用徐门宫的杀招 我们回到实战 黄农民当然没有上当 选择炮九平六 打居 红方平炮打马 黑方就跳边马 局面至此 红旗保持先手 关键是如何进去 可以马三进四 但黑方退居捉炮 汪洋不愿意 所以先平炮打马 试探一手 如水手马就退七 那红方就服有连续手段 明显主动 所以实战 黄天一选择马九退八 红方平炮再打 黑方再跳边马 还原 那汪洋选择炮二进一 比较含蓄 先避开黑方退居的先手 下一步再跳马打居 黑方还是不好平居捉马 否则炮二平三 所以居士退二 红方挺兵活马 我们来到一个关键点 黑方自然的下法是 居士平八 捉炮 那红方如果平炮 黑方服有马三进五 再咬炮的先手 另外 红方估计会平兵打居 那黑方可以平居捉马 红方也不好跳马 如果再平兵 那居七平八 这里就牵涉到齐规 当然以亚洲齐规 双方都可以不变作合 但以中国齐规 黑方是常打 红方平兵有局 应该不算打 所以实战 黄天一呢 索性选择球变 马三进四 那想要退马打局 或者进炮打局 看似双重打击 但嘀咕了汪洋一招 居士平五 免礼藏针 准备马三进四 也不怕黑方 进炮打局 值得一提 因为 不 瞧手打局 那对完之后 双方子弟相等 但红方双马双炮 比较灵活 将来平兵 或者跳马 那尽管如此 黑方这样走 可能比实战还要好 有周旋的余地吧 但实战 老王为了保留变化 选择足足进一 却是一步软手 导致局面下滑 我们来看 黄羊果断跳马 凶有成足 黑方马踩兵 同方在马九进八 咬住黑足 黑足却不好动 否则丢马 所以天四只好 马五退七 憋住红马 为了局势平八 捉双 那红方如果平兵打局 黑方就可以进居吃兵 那汪洋也看到了 先飞向捉黑马 必要时呢 再平兵打局 那眼看黑马 无路可逃 往天一 只能局势平六 对桌 红方飞向吃马 黑方炮打马 现在红旗有两个选择 炮打 那汪洋显然是炮二平八 紧凑有力 瞄住边马 将来还服有成底炮 黑方炮八平六 也瞄住红马 那汪洋顺势马踩足 农民只好退马 报向 那局面至此 红方举马炮位置比较好 还有过河兵 已经明显优势 我们来看汪洋如何进去 成底炮一枪 那如果飞向 红方可以居入平八 实战退势 红方退向条形 黑方平局捉炮 红方平炮 黑方在退炮 准备退局捉死红炮 王天一心理想 对手望不动了 望不投 但没有想到 BOOM 快马加鞭 准备冰三进一 通过冰柜神速 先气候局 我们来欣赏 黑方退局捉炮 红方冲兵 鞠吃炮 红方再冲兵 捉死黑马 恰到好处 黑方就算鞠进一 那红方也可以平局捉炮 再进局捉霜 也要白吃黑马 所以实战 天一选择 奥巴进二 四击 鞠一进一 捉死兵 那望阳先平局捉炮 等黑方平炮 再兵吃马 以下鞠一进一 鞠二进三 准备平兵 逼进九宫 但农民也不是等闲之辈 退炮打局 不让红方轻易的平兵 那望阳退局捉项 黑方进炮打局 红方再进局 黑方再退炮打局 黑方显然是要变招 所以 关键是如何变 那比较顽强的下法呢 是不是 打着红兵 那四击对边兵求和 当然红方可以考虑 鞠吃项 发展下去 红方还是优势 但战线会比较漫长 黑方还有周旋的余地 但实战 黄天一时间也很紧张 选择平炮 保住中向 但嘀咕了汪洋一招 冰三平四 准备冰吃市 在城底居较江 破双市 黑方只好普市 红方进居保住 还是威胁进冰吃市 等黑方退市 在居二平六 卡住向眼 还牵住黑方 无根拘炮 非常严厉 也可见红兵 逼近九弓 是后患无穷吧 那实战 天一出将 为了掩护这点 但王阳 也不急着攻杀 先进马保兵 那四击 陈底居 等攻击手段 隐而不发 我们来看 天一无奈地冲边阻 等红方成底居 再考虑炮打兵 还有机会求和 毕竟红方少了九路兵 但王阳一不作 二不修 不 以退为进 守法为妙 黑方如果主持兵 那红方可以兵吃市 因为红居已经不在夏儿路 那发展下去 这棋跟实战类似 但黑居的位置 更加被动 我们回到实战 也可见 红方退居的 微妙之处吧 咬住边族 拿黑方 来不及炮打兵 只好进居捉马 希望王不投 会退马 BOOM 果断兵吃市 一举破城 我们来默默 欣赏 汪洋的入局手法 红方马彩像 还咬着黑炮 恰到好处 那黑方赶紧调整王位 但因为只有单士 以下红方 居马战中之后 准备挂脚马 破掉黑市 形成绝杀 所以黑方只能平中炮 憋住 但由此 黑方 居炮 都不能动 同方过兵 胜定 下一步 兵三进一 强行得子 胜定 所以王天一 主动认负 然后就下到这儿 有意思的事来了 到这儿 棋谱就没有了 确实这个棋 也就没再下了 因为其实对于 高手来说呢 都知道这个棋 胜负一分 再走下去呢 意义不大 但当时实际上 汪洋还有时间 从这里开始呢 一步骑没走 然后时不时的一会儿 看看别处 一会儿呢 看看我 然后呢 就开始 有点 静坐示威的这么一个 感觉 搞得我有点莫名其妙 确实呢 这个也是对方 你用自己的时间 你干什么呢 确实我也 这个 干涉不了 那我也只能 自那儿 干等 发呆 那最后呢 那就只能是 把时间走完为止 那走完为止 那这个棋 反正 过程呢 到这里呢 就戛然而止了 可能是在思考人生 可能是 可以这么解释 前有这个巴罗特利 进区内 担当面对门将 思考人生 结果被后卫 回房给破坏了 后有这个 我们没想到 这个棋盘 在对局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思考人生 思考到自己超时判复 这次团队 基本上 这次团队 在课 我们在课 这次团队